我选择咱们国家特地那么发达 不是我 对 不然的合伙女友 不是吧 娃娃没想到小敏家的大结局还很虐了一把观众 陈卓和前锋合伙的公司好不容易走上了正轨 他却查出自己患了肾癌 当陈卓拿着病危通知单的时候 感觉天都要他了 明明才刚刚和小敏结婚 就单上这样的事简直太糟心 可是当小敏知道一切真相后 就选择和他一起面对 连小杰都从外地及时赶了回来 并且鼓励他积极接受治疗 陈卓虽然很感动 但也不想因此拖累小敏 毕竟他才40出头 并且刚刚升职 如果自己手术化疗之后面临癌细胞扩散 小敏下半辈子就搭进去了 于是狠心提出离婚 但小敏对陈卓是有感情的 死活不同意 正所谓患难见真情 说的就是他们两人了 而陈佳佳得知一切真相的时候 表示难以接受 当佳俊抱着他痛哭的那一刻 转足了观众的眼泪 佳俊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也是在这时候佳佳突然长大了 连李平都感到很欣慰 在一家人的鼓励下 陈卓开始积极抗癌治疗 虽然化疗过程很痛苦 但陈卓并没有放弃 其实患了这样的病 最重要的就是心态 只要积极面对治疗成功治愈的几率很大 正所谓功夫不负苦心人 陈卓经过手术后积极化疗 最后癌症竟然痊愈了 一家人都惊喜交加 小敏也总算是苦尽甘来 两人更加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天 最后索性住到了一起 不久后小敏就意外怀孕 并且还是双胞胎 陈卓老来得子高兴的不知所措 虽然小敏也是大龄产妇 但和李平相比 小敏的身体承受能力更强 况且她又是经验丰富的助产室 最终成功产下双胞胎 家俊和陈佳佳都抢着带娃 而陈卓的公司也越做越大 可以说家庭事业双丰收 这样的结局真是皆大欢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